欢迎回来新闻大百话 请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赖清德来说 现在的烫手山芋 恐怕就是废死这个议题 今天有一个消息是说 在警局这里 竟然有一台车 突然小货车冲撞到锁内 在执勤直搬的远警 酿成了一死一伤 这个造势的男子 他还驾驶闯入了暖暖平交道 结果遭到台铁的驱奸车 撞击死亡 其实这个嫌犯 他是偷了货车 一路冲击龙 所以途中还撞死了 一名重击骑士 我们看看现在这个目前 这个警政署长黄明昭 他讲说这个检性男子 他过去有吸毒的记录 还有幻听幻觉的症状 所以他认为应该是说 这个不是因为被告发才报复 因为告发的事情 距离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应该是可以排除 但是这样的状况不断的在出现 就是很多这种刑案 或者是治安 或者是一些嫌犯 为什么他们都可以逃过这个死刑呢 那是不是感觉上面 好像一直在执行 这个实质的废死 大法官视线废死 感觉上面这个联合报说 这会不会是小英送给赖清德的一个大礼 就是他上任之后 要首先来面对这件事情 我们对比一下 日本他们这36死的纵火凶手 他是判死刑 可是对比一下 最高法院才刚判了 这个酿成46死的 城中城纵火者 只处以无奇徒刑 为什么我们台湾总是如此呢 民众反对废死 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治安非常不好 而且这个社会的伦理又日渐败坏 凶残的刑案层出不穷 蔡英文任内 无法提升人民对于司法的信赖 原因就在这边 所以接下来可能就是赖清德 要来面对这件事 另外现在赖清德感觉上面 好像在切割蔡英文 在光电弊案里面 我们这一两天有听到 黄伟哲以证人的身份来应训对职 那这个金发局的前局长陈凯玲 他曾经有讲说这是上级交办 到底是谁呢 所以检方就传唤了黄伟哲来作证 而且提训在压的陈凯玲 还约谈了立昂能源科技的业者 总共六个人来对职 那这个黄伟哲大概征选四个小时之后请回 所以现在检调锁定这个更高层人士 究竟是谁呢 因为赖清德他赢得了总统大选不久之后 现在台南的检调就开始来查这个案子 到底是不是打算在就职之前 520之前来打一个翻身仗 以度悠悠之口 现在引人瞩目 而且就连黄伟哲跟赖清德同台 感觉上面互动也是异常的冷淡 他们一起参加了228的活动 在台南这边追思受难者 可是两人互动却是冷冰冰 因为想到了赖清德不是在去年底的时候 那时候选举 他还在跟学生碰面的时候提到了 黄伟哲郭再清是民进党哪个团体 感觉上面就已经在做一些切割的这种暖身步骤了 那我们看看这样子 这个光电案 感觉上面可能会烧到英系这一头 因为这个古盛辉 他曾经担任政院的顾问 也是小英之友会的成员 他是担任副秘书长 也担任过行政院的顾问 还有担任新竹县的民进党的党代表 那跟这个金发局长陈凯玲也是非常的要好 所以共同涉入到了这个七股光电厂的收购弊案 最后是以400万元交保 所以现在绿营希望赶紧速战速决 在520之前赶快把这个事情给了结 避免接下来这个光电弊案 拖着拖着变成了来营的提款机 那我们看这个陈廷飞的讲法 他说如果没有办法赶紧查明的话 国民党一定会打这一个点 变成2026选举的一大隐忧 就是首先我们来问一下杨明哥 杨明哥怎么看这个费死的蛋要怎么拆 首先第一个就是 基隆八读分住所昨天这场悲剧 其实最难过的是什么 最难过的是这位凶贤 最后就去 就在火车被撞 被火车撞死 那你连想要追究他的责任都没办法 可是当我看了他的背景之后 幸好他被火车撞死 为什么 他说他有就医记录 有幻听幻觉 有吸毒 糟糕 这就是那个什么 无法控制自己的决定举动 心神丧失 可以逃过一死 所以这时候我突然觉得 庆幸他还是付出他的生命 但是牺牲着警察的弟兄 尤其才任职五个多月而已 根本他的姓名就换不回来的 所以我自觉很不值 是不是警政署要不要重新来检讨一下 我们派出所的配置 我们的那个值班台都在门口 就是直接对正对的那个门口 要不要去做一个设计 或者是前面 你知道像以前总统府被冲撞 前面放打 就是至少一个门槛或什么 让他不会直接冲进去 未来有没有办法做一个设计 我觉得这个是保护我们新成员 不然未来如果有这种莫名其妙 就是要冲撞警局的 这真的很麻烦 真的很麻烦 我看了真的是不希望 再发生这样的悲剧 至于这个死刑 当然很快 赖清德他上任的时候 这个所谓的废死的失陷案 就会有一个结果 不管结果是什么样 都会变成是蔡英文提名的 所有大法官去做他的解释 会不会做出一个 让多数民意比较傻眼的结果 这个我们拭目以待 但是我们就先尊重 大法官他们的这个权责 至于台南光电必然 其实最引人好奇的是什么 陈凯玲是前年的12月被收押 押到现在他还在押 然后古胜辉这个案子 是因为陈凯玲收押 后来陆续查陆续查 发现古胜辉有行贿 陈凯玲 所以他去年5月被 他的这个什么 丽阳光电他们就全部被搜索 然后这位古胜辉被400万交保 可是 可是 后来就停了一段时间 因为要选取 然后选后又重新开始 我们的司法会因为选取 有司法假期 非常奇怪 如果当时有一些关键的市政 事后他们比如说 因为这段假期有串供的串供 把它处理的处理 最后你查不到东西 你怎么办 那时候最主要是因为 丽阳下面有一个 天心天音天柱天润天锐 号称台南光电五月天 因为五个天 然后他们用什么方法 因为2020年7月以后 就不能用 你只要你的光电暗场 两公顷以上要送农委会去审查 因为用到农地 要送农委会 他们就故意规避这个规定 所以都把他的暗场都用 两公顷以下 零碎的去送台南市政府 结果可是他们每一家送的暗场 比如说我这边1.9 那边1.8 那边1.7 合在一起超过100公顷 所以那个时候 承办的三个科长 跨局处科长 通通觉得有问题 想说这个可能要暂缓 没想到这三个认为有问题的 都被调职 如果今天是一个局处就算了 今天三个局处的科长 都被调职 这个案子就通过了 那你觉得鬼在哪里 所以检调要继续查下去 好 来问一下志恩姐 我觉得这个案子 如果是发生不是在台南 我想这个对选举的影响 一定非常的大 可是你看这次发生在台南 到目前为止 不管是黄伟泽又继续连任 然后赖清德在台南 又还是得到蛮高的票数 所以说台南 真的是情感会出质 现在你看目前 所以我赞同陈庭飞的说法 不过陈庭飞我还是玩耳一笑了 因为陈庭飞马上要觉得台南市长 他跟赖清德的关系好不好 大家都知道 也不是那么的密切 所以他今天抛出来 要是这些事情不讲清楚的话 可能会变成国民党的提款机 当然是提款机 当然会影响到你陈庭飞 未来要 你或许初选有机会来 因为初选可能面对的是 赖清德的嫡系叫林俊仙 所以说他们两个 其实讲这句话 好像蓝营听起来好像也觉得 应该理定亲属 可是背后还是卡在这2020年 台南市他们彼此之间的初选 还是卡在他们的派系的问题 但是我也同意 你看当初赖清德 要去选党主席的时候 你看他对黄伟哲 叫美根齐人一定要鞠躬 黄伟哲在赖清德面前 根本就像个 不会讲 就完全就是小弟的这样一个模式 但是陈凯林又跟赖清德的关系 赖清德在他当市长的时候 那个卢渣案的那个卢渣 这都是环环相扣 可是你看这么样罪证确凿 大家杨明刚也讲得很清楚 还不过是泄露一万分之当中的 百分之一千而已好不好 可是你看大家都都是罪证确凿 选举之前没有任何的作为 选举之后所有的事情都来 连他们自己本身的立委都出来了 所以我真的觉得要让这个民进党 这个他们自己台南市发生的事情 还真是得靠民进党自己的立委 彼此因为派系的斗争 才有机会把它变得很清楚 否则光是我们希望能够 你求得这个司法上的争议 希望能够求得这里面 希望能够把这事情交来清楚 你看从过去到现在 大家都知道有问题 可是都没有任何人 在这个问题过程当中 站起来负一个责任 所以我真的只能觉得 靠这个未来的派系的 市长的选举里面 看可不可以留得给我们一些 一丝的可以看到的一个方式 其实谢龙介进来的立法院 他也很想调资料来看 可是他就说 里面真的是那个水之深的 你不想会查到什么样的地方去 所以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才像是台中那块肉一样 真的才是一个悬案好不好 如果你在悬案之间 不离地清楚的话 我觉得对民进党来说 他会是永远割不掉的一个乘客 好 宇轩 其实台南光电 现在大家最好奇的案子 比起立阳 其实应该是那个88项的案子 因为那个88项的案子 大家也记得吗 什么红枯 又多汤 又怎么样 又郭再青等等的 那个案子如果继续查下去 那个水之深 那个才会后面的整把整把 全部烧起来 但因为今天是在讨论到 立阳这个案子 但怪的点是怪在这边 第一 理论上当过证人的人都知道 像我也当过证人 就是你大概一个月前 就先收到船票了 因为你第一次当证人 你如果没有立刻去开庭的话 他是给你罚款的 所以他要提前让你知道 而且他会让你 你到了之后他现场 这个我们讲 侦察庭外面他会有个板子 那个板子上会写得很清楚 今天应该要来作证的有哪些人 但黄伟哲不是这样讲的 黄伟哲是早上排完行程之后 然后突然临时说我要取消了 然后取消之后跟记者讲说 我要去台北了 讲完去台北之后 结果跑到南检去了 就怪这件事情怪在这边 要嘛就是黄伟哲在做一出大戏 感觉自己被突袭 要嘛就是真的有人硬要他去 用这种突袭的方式 这是第一件事情 但再来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好即便说九阳这个案子 目前看到他说 陈凯林这边一定是有问题的 但是因为有报导指出 就在2月27号的时候 写说检调不排除往更高层去查 不过各位 陈凯林已经一级首长了 再上去没人了 顶天就只有黄伟哲而已 照片还摆着一个黄伟哲的脸 所以我今天讲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不管这个案子最后 究竟有没有办法延烧 或者是说证人转被告 这个检调锁定黄伟哲的态度 是很明确的 检调就是说 不知道是有过去讲的 无形的压力还是如何 现在就是要去办黄伟哲这个案子 但就我的看法来讲 九阳这个案子 你要办出一个花来 或者说要真的牵扯到市长 或者说转被告 我觉得有他的难度 但我反过台来去问说 那赖星者到底 就瞎缴获这一局干嘛 当然不是瞎缴获 他没事情去管说 台南市长选举要干嘛 台南市长选举 现在自然会先打一架 第一个你看陈凌飞跳出来了 陈凌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赶快把黄伟哲抓去 要起诉他 他是好选的 至少黄伟哲他的接替人 至少他自己就政国会来讲 比较有正当性 那再来第二件事情 你现在撇除到台南市长选举 对于赖星的最关注的是什么 过去你要看 黄伟哲在2022年 选得如此之难看 他除了说派系之间的不平衡 派系之间的分裂之外 所以主要原因是因为台南市民 对于这个光电案 已经失望透顶了 甚至他已经外溢到其他的县市 其他的效应了 大家认为说 你怎么会如此的臭不可闻 所以这变成说赖星人在上任之后 他势必要去铲除掉的一个痛角 而这个痛角 他总不可能去找赖星人吧 唯一能找的对象是谁 当然是去找英系的人开刀 你说新潮的没有吗 怎么可能 我们可以来找英系列的 我们在这边 这个变成了 这个变成了 就是这边 那这边 是什么变成了